我就是演员这档节目 虽然这场演出最后还是比较完整的呈现出来的了 但感觉两个人之间在舞台上没有太多的交流 所以两人的表演结束后 张子怡告诉张肖飞 你完全可以演各种戏 喜剧是不能定义你的 同事表示 演员要相互成全 不能自私 吴秀波表示 任何一个好演员都要相信 只有对手会给你灵感 演戏是需要相互成就的 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所以在此次事件中 孙茜占有绝大部分的责任 虽然他澄清 表演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所以他不容有失 但不礼貌和霸道这都是事实 他再尊重剧本 再有态度 也应该先尊重对手 毕竟这是两个人的作品 对于此事 徐峥最后进行了一番点评 他认为 修改剧本改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那可能跟对手的想法不太一样 出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 这也是演员自我修养的一个部分 可以说几位导师点评很公道了